10月13號 我們不同一半年 其實縣市長最重要的任務 除了守住市民的財產之外 我們還要創造最大的經濟利益 以及要提高民眾的生活品質 那在這幾項之間 真的非常不容易取得平衡 那我在這邊也要對謝國良市長所帶領的 基隆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要給予最高的敬意 我覺得他們真的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認真 那在這當中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市長現在都也非常的 在許多的事情上也能夠進行的非常順利 那我們知道這些狀況都非常的 最近大家看到很多的縣市長的夥伴們 大家都已經共同的來感覺到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其實要來提罷免 真的有一點不公平 真的有一點不公平 對於一個為市民守護財產的縣市首長來說 我們也希望基隆市民應該要認為 我們有一個守護自己財產的市長 是非常的寶貴的 也希望我們的基隆市民 大家都能夠看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今天我們也在聖母的面前 希望台東跟基隆有更多的合作 台東縣長饒慶林力挺謝國良 特別來到七獨百福宮參拜天上聖母 現場還有前議長蔡旺聯議員 跟市議員張耿輝 郭美秀及百福社區三位里長 和百福公主委等貴賓一起來支持 用行動力挺謝國良 台東縣長饒慶林表示 相當肯定謝國良市長和市府團隊 公務人員的敬業與認真 為市民守護財產 因此特別來力挺 市長謝國良也表示 市府用心各項市政陸續展現成果 將向台東學習 努力把基隆打造成一個好玩 舒適又溫暖的城市 非常感謝我們慶林縣長 在他縣政繁忙之際 在禮拜天這個最重要的週末 有很多地方活動的日子 特別撥控到基隆 來幫國良加油打氣 我們慶林縣長 真的在觀光旅遊方面 有很多很多 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但是基隆也有在進步 我要跟大家報告 事後我會補充新聞稿給大家 我們基隆市除了昨天跟最近 大家所管為人知的 我們的這個AR的這個恐龍 非常的出名 已經變成北台灣現在最熱的景點以外 我們有一些硬指標 包括行人方面的一些硬指標 最近數據也剛剛出來 我們在這個每10萬人的這個傷亡率 我們其實在台灣的本島內 我們是跟台北市一樣 是定列第一跟第二輪最低的數字 所以表示因為國良去年初開始就在推動 行人友善的相關的工作 我們也認為說一個城市 因為基隆比較狹小 路也比較窄 所以行人走路的空間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數據是最近才出來的 交通處事後會補上 所以我們基隆在各方面的一些指標 我們都有努力變得更好 然後也繼續的在不斷的在各個領域方面 都改進當中 那這個公共運輸也是我們最重視的 所以因此我們也在未來兩年間 會把所有的大型的公車 一共全部一百二十幾台 在議會的支持之下 要來把它改成全部是電動低底盤 全新的公車 光是明年度 我們就編了超過四億五千多萬的預算 然後要來改善我們的公車品質 所以在各方各面 我們都期待把基隆要跟台東來學習 變成一個又好玩 又舒適又溫暖的地方 那我還是很想去 等10月13號玩 我去玩一下 再請慶林縣長帶我去走走看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台東縣長饶慶林 和市長謝國良 與在場的貴賓也一起喊口號 呼籲市民相親 在10月13號星期天 踴躍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